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于刘家玲来说 電視是她成長的地方 電影是她成名的舞台 由電視圈轉到電影圈 劉嘉玲如何走上她的星光大道呢 在TVB七年 很快就有機會跳到電影圈 也不快,七年了,我浪費了 七年很快 七年時間了 其實七年也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可以進入了頭身電影圈 其實很快,很快的 是嗎? 對 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呢? 第一部電影是成龍大哥嗎? 成龍嘉禍 第一部電影是扭計集牌軍 是沒有打的 當然我去到現場拍電影的氛圍 也是打的 我也是去戲一下 去玩一下 我又不喜歡打,我又不懂打 節奏也不好 我覺得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部電影是雪芳的女人 雪芳的女人是令我正視演戲是一件什麼事 因為我和歐丁萍、張淑萍、杜可鋒 我覺得,咦?為何這群人拍電影不同了 即是他們要求的東西 和我之前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開始創作 開始在角色裡加入自己的創作 但雪芳的女人是你第二部電影 已經可以提名金像獎的女主角 是的 那你覺得自己的進步很神速嗎? 我覺得我… 我懂得演戲 我有那個節奏 我對那個角色有一定的敏感程度 有一個幻想力 之後出了電影 又接觸過很多很多的大導演 其中一個接觸最多的 一定是黃家瑋 拍他很多的電影 但經常有很多傳聞說他沒有劇本 可能開工的時間也會很長 有時會令到一些演員無所適從 不知道自己去到現場的時候在做什麼 其實是否真的這樣? 是真的 黃家瑋也是因為我雪芳的女人看了 她才找我爬飛正轉 那我都很不習慣 我是有情緒的 即是我很猛爭 為甚麼要踢27踢? 為甚麼你要… 你告訴我為甚麼才可以 你又說不到為甚麼給我聽 我覺得我做得很好 你還未覺得是OK的 有很多很多的過程 是令到我百思不得其解 為甚麼會這麼特別的呢? 這個導演 我們六個演員 阿飛正轉有六個演員 張國榮 張萬鈺 梁朝偉 張學友 劉都說我六個 他那一晚是做了一個視鏡 在黃俠餐廳 半夜三更 他一晚是很生氣 當然我們這六個人 都因為他的氣氛 很緊張 都不知道在做甚麼 基本上我們這六個人 都覺得自己很懂得演戲 是嗎? 沒有甚麼特別 他就一個一個進去黃俠餐廳 試鏡 第一個就叫張海優進去 他會覺得張海優是最不怕的 最沒有負擔的 張海優就進去 我們五個就在車上繼續對待遲 因為大家都想表現好一點 就像考試一樣 怎麼會等的張海優都還沒出來 很久了 一個多兩個小時都還沒出來 三個小時都還沒出來 就去伯霞吧,發生甚麼事 原來張海優吃了幾十碟意粉 他還在拍攝 他那場戲只是吃意粉而已 糟了,甚麼樹幹 很害怕 而且張海優已經吃得大汗 人本來很輕鬆,已經很緊張 最後就說算了,下一個了 劉嘉玲 他覺得我最不怕了,下一個 那我就進去就進去,不用怕 他就在餐桌上,一張椅子上 有煙和打火機 他說這是你的道具,你就做吧 那我做甚麼,隨便做甚麼 隨便做甚麼 那個隨便做甚麼 你的自由度越大 你就越不知做甚麼 你告訴我,你拿手不成勢 你都不知道想怎樣 有沒有對白,有沒有對手 一個打火機,一個…一爆響 我最初其實幾個剃都不錯 挺帥氣的 越剃越沒有信心 越剃越不對勁 只是聽到當時的機器 還有聲音 嘶… 那些菲林的聲音 何時叫咳嗽 我已經做了我要做的動作 還沒叫咳嗽 一直不叫咳嗽 直到菲林沒有,他才咳嗽 嘩… 很害怕 那你整件事那場戲 你做了多久 總之是…不知道在做甚麼 但是越拍越緊張… 拍到我 已經差不多天亮了 其他人都不用了進去 我覺得他根本 要把你所有來之前的演戲的方法 還有你們這班都是偶像 打爛了你 重新來過 嘩… 我覺得這是他的方法 那我之後跟他一路工作的過程當中 包括跟張蘇萍的美術合作 那個細節的東西 景的細節 還有那些色彩 哇…我是入了謎 我進入了他們的世界 我不會再抱怨 因為我造型… 我只是做一個型 我的頭髮也要八個小時 不是啊… 是啊…我不是誇張的 張蘇萍幫我做一個型 縮了我的頭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哇… 我想我的耐性 是被張蘇萍、黃家衛訓練出來的 是啊…這樣也行嗎? 是啊… 戴著很漂亮 很漂亮 出來真的很漂亮 因為…你不明白的 停半個月、半年再來拍歌 之前那些不要再重新再來拍歌 你會很懶惰的 為甚麼還沒下班、還沒下班 有沒有對白給我 但是… 那個工作的氛圍和過程是很開心的 你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當然去到電影院 我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也嚇了一鏡 哇…我為甚麼可以變成這樣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我自己可以變成這樣 我變成我會對他有信心 我之後跟他合作是 我完全把自己交給他 我不用擔心 我出來是否漂亮 我的角色奪不奪人喜歡 一定是最美的、最完美的 除了黃導演之外 你也和很多其他導演也合作過 還有很多國際巨星 你也合作過 例如國內或香港 其實你覺得國內的演員 和香港的演員 有沒有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我覺得國內的演員 真的功力深厚很多 其實我和姜文國優拍了一套子彈飛 讓子彈飛 我簡直覺得是… 又是對我另外一個學習的 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我很感謝姜文給我這個機會 我覺得我跟他們兩個跳了一場舞 他們用他們的節奏 只要你放鬆 他就帶你跳一場 很漂亮的一場舞 很棒 他們的節奏控制得太好 還有大家看樣子彈飛 我想全場最大反應的 就是有一場戲 你們兩個在床上 他把他的手放在胸部 是 其實那場戲 你開頭知不知道有職會 我不知道 其實我對拍戲是很開放的 我沒有界線的 只要我相信導演 無論如何都可以 因為拍戲而已 有甚麼大不了 我是專業演員 底線會是哪裏 譬如有時候 好像韋仔拍攝這個色界 我可以的 就是完全他可以… 當然 林朝偉是一個很偉大的演員 他不應該有他的規限範圍 如果他有設定的一個規限範圍 他就不可能和李安拍這個色界 是吧 所以我覺得… 還有不能拍王家偉的 Happy Together 我覺得應該是要開放你 才可以…才可以拍到這麼精彩的電影 譬如你也是 我也是 你也是沒甚麼底線的 我沒有 總之是很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是 生活就是這樣的 難道穿了衣服洗澡嗎 跟劉嘉玲、嘉玲姐合作 最主要應該是自疏 我覺得那時候跟她真的合作的時候 一合作就很親密 因為在戲裡面 我們兩個是有感情的 即是飾演,即是說 從最初我其實不太接受同性戀 但她很喜歡我 到後來其實我也是依賴了她 而且很喜歡她 那時候其實拍攝的時候 我是意想不到的,這麼自然 你從來沒試過拍女性和女性戀愛 是的 其實我生活當中 都會有一些同性的朋友 我感覺到他們是喜歡我的 是嗎 是的 是的 那我是…我喜歡男人的 拍得出來 是的 我跟她拍這齣戲的時候 我要愛上她 還有有一些這麼親密的接觸 我自己也很緊張 因為不知怎樣的感覺 但是我那一晚自己鎮定了 其實我內心很澎湃 我不知道怎樣的 因為嘴巴下去 所以我要當我自己是一個男人 這樣去親她 但是很好,出奇地好 而且Charlie的嘴巴也是很舒服的 是嗎? 挺好吃的 令我… 是的…挺好吃的 是的…挺舒服的 是嗎? 當時的氣氛令我很失落 我那一刻就崩潰了 要得獎有時也要談談運氣 公認為好戲之人也要等 強如劉嘉玲 一等就等了20年 才可以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當年你是提名最佳女主角 是 呼聲非常高 是 大熱門 但是當時你也說過 是法哥和青霞姐 兩個負責班長 你可否說回當時的故事來聽聽 我很幸運 我提名總共六次 我第六次拿 每一次大家都會覺得 我是一匹黑馬 是 我提名六次 六次都是呼聲很高 我覺得大家對我一種 很大的一個期望 他們覺得我已經是贏了 其實這件事我挺高興的 但是因為年紀輕 你會給這些東西 得失 是令你的人情緒不太穩定 去過 當然了 你年輕的時候 你會計較得失 我是阿飛正傳 我是第二次提名 第一次是雪芳的女人 阿飛正傳那次 我是因為 贏了法國藍特一個影展 最佳女主角 在余歸來 那一年 我記得星期日班長 那一天的明州封面已經是我的了 所以我去到班長典禮 其他三位是沒有來的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一定輸 我真的沒有出現的 沒有出現的 因為我的呼聲太大 我亦都被大家捧到上天了 當然 所以那一次 青霞和發哥都覺得是我的 那青霞說 一會兒我上台 如果我看到是你 你就準備上來說話 我說好啊… 我也覺得一定是我的了 那他們想去搬養的時候 他的信封一抽出來 那青霞就看我 其實我當… 我知道是我 我也很緊張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年輕 那我在期待叫我的名字 一拖出來 我覺得他的樣子好像不太對勁 再拖出來他又不說話 他就對比法國 法國就對比他 他就對比法國 說了說了 鄭玉玲 原來我看到一個玲 但是不是劉嘉玲 是鄭玉玲 是鄭玉玲 那其實拖出來 喊完鄭玉玲 全場是… 我想剩下幾秒鐘 因為鄭玉玲也沒有來 大家都覺得是我 剩下幾秒鐘 再反應過 拍手了 然後好像張經亭 幫Dudu姐上去拿這張 我也很喜歡Dudu姐的表姐 你真厲害 因為當時的氣氛令到我很失落 你明白嗎 直到這個歐丁平走上來 你告訴我 他不知為何出門口再走回來 他說我也是覺得你是最好的 哇 我正崩潰 那一刻 我初初在TVB認識你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只是一個花瓶 只有一個美字 不會叫戲 但是慢慢慢慢 他自己下很多苦工 他對好戲 他經常問別人 看很多戲 到今時今日 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你看到很多 無論很多影展的角度影后 都看到他提名 或者拿著 所以他上次演一部戲的角色 很適合他的無則天 徐克這個導演 對你們來說也很重要 是因為他 令到你獲得金獎獎女主角 當時你佔了這個戲的時候 你看過劇本 你覺得會不會很有獲獎的感覺 沒有 你一想 你都不會想到是同獎有甚麼關係 應該是一個商業片 我還記得我 應該是2008年找我 那一年我結婚那一年 他找我做武則天 其實我是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我 我想休息一下那段時間 剛剛搞完婚禮 而且氣氛又不是很多 其實我是拒絕了 Nanson就說 你再考慮一下 因為我們在會議那裡 一提出你的名字 大家都一致認同 覺得你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做這個角色的人 我還記得我那一年 我說很難我農曆新年 我去放假 你給我的時間再想一想 放假回來回覆你 我放假回來再問我 我說不用考慮了 是你的了 近年你也知道 很多所謂的 我們華語片的女演員 去很多大的電影節 行紅地毯 但今年他真是為國爭光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所有記者一看到 已經認定了他 一個很有國際風範的一個名聲 所以去到哪裡 今年我都說他是康城的打領 所以媒體看到他 簡直是開心到 不肯叫他拍 他當然打扮、儀容 一絲不苟 好家靈日 他的表現方式 他自己那種 怎樣配合到媒體的要求 得來也是很有一種 很國際巨星的風化 但我只會這樣說 徐克一直都是我想合作的一個導演 一直都沒有機會 因為我記得很久之前 我有問過徐克 我說 我何時可以成為你 電影中的一個善女 因為他的電影都有善氣 然後他說 我想想想想想 即是 不是很適合 都不可以強行來 我說我明白 嗯 終於等到這個武澤天 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是一個 時間、時間的緣分 我非常感謝 Nanson和徐克 給我做這個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 我覺得我到現在 從接這個角色到現在 我和武澤天是有交流的 現在時空當中有交流 我拍武澤天的時候 我做了很多唐朝的資料搜集 和武澤天的生平 對他有很大的一個資料搜集 我重新再認識這個人 嗯 徐克是有一個武澤天的一個世界 嗯 他說你拍完這部電影 你一定要去武澤天的靈霧 去看一看 你看到他的霧自卑 你就會知道 這是一個怎樣的一回事 所以我拍完這部電影 我做了宣傳 我說這個票房到三億 我就去乾陵去拜會你 嗯 那真的過了三億 你真的去了拜會 我真的去了武澤天西安的乾陵 我真的看到這個無自卑 我覺得這個女人 真的是一個非常之了不起的一個 中國有史以來 都沒有人超越過一個女人 因為在那個年代 他可以做到皇帝 即是中間那個艱辛和恐慌 那種被陷害的那些害怕 是你不可能可以想像的了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身上 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一些困難 我一看他 我算是什麼 完全是小兒科的東西 我覺得我現在有時候 都會參考他 他跟他在交流 每天都會不停 今天大家看到 是我以前每一步走過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